进入倒数阶段 为了号召大家一起来整理家园环境 宏宝局特别举办了国家清洁周适施活动 由市长郑文灿带领约1000名的志工来扫街 要给大家一个干净又舒适的春节假期 国家清洁周开跑第一天 环保局特别在风和公园举办适施大会 现场聚集了上千名的环保志工 要号召所有人一同加入打扫环境的行列 市长郑文灿也在现场带领志工们进行回收清运以及扫街 今年的国家清洁周从2月9号到2月15号 希望把桃园各个社区各个道路打扫干净 让我们过一个非常美丽的新年 那我们的清洁队从这个国家清洁周加强清运 到除夕当天所有的垃圾要全部清运完才可以休息 那希望各个家庭有大型垃圾 那及早通知及早拿出来 我们把大型垃圾全部都清运完毕 环保局各区清洁中队即日起到14号 将会加派人力协助民众处理大型废弃物或家具 民众如果有大型废弃物清运的需求 请预先与辖区内的清洁队登记 约定时间后再搬到指定的地点 千万不可以随意丢弃 否则可能面临最高6000元的罚还 我要特别谢谢志工们 那无论他们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业背景 那都放下自己的工作来打扫环境 那我常常讲说就算住豪宅 如果一个社区很脏乱 我想这品质也不会高 那同样的社区虽然是一个旧社区 可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变得干净变得整齐 我们社区的质感也会产生 环保局提醒春节增停垃圾送与期间 垃圾请妥善分类并打包好 千万不要棄置路边 以免造成环境张乱 春节期间各区清洁队详细的清运时间 民众可以到环保局官网查询 桃球对非桃圆采访报道